近日,中国民政部公布了2022年全年的民政统计报告 而这一姗姗来迟的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为683.3万对,再创新低 这也是自2013年,结婚人数达到最高峰后,连续9年下降 例如,2019年,国内结婚人数跌破1000万对 2020年,跌破了900万对 2021年,跌破800万对 到2022年,则直接跌破了700万大关 从数据来看,2022年结婚登记,比上一年减少了80.3万对 下降10.5% 与2013年的最高峰相比 9年时间,结婚对数下降了49.3%,近乎腰斩 这个下降速度,有多快呢?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有着同样问题的韩国 1996年的时候,韩国婚姻登记,还处于40万对的水平 到2021年时,才跌破20万对 历时25年的时间 然而,中国的结婚率从高峰到腰斩,仅仅耗时9年 或许有人会说,2022年,受疫情冲击比较大 大大小小的城市,经常封控 结婚生孩子,都受到负面影响 今年,应该会有一定的反弹 虽然民政部,尚未公布一季度的数据 但从各地520当天,结婚登记人数看,情况显然不乐观 根据各省民政部门不完全统计 贵州520当日,结婚登记减少幅度最大 对比去年腰斩,同比减少53.8% 广东福建四川,同比减少40.41% 38.28%,36% 江苏结婚登记数,同比减少25.6% 大家都知道,今年5月份,国内疫情影响,已经微乎起微 而去年同期,很多地区,仍然在封城之中 但结果是,今年结婚人数,非但没有超过去年 居然还出现明显下降 所以,2022年,结婚人数的大幅减少 绝不仅仅是疫情的影响,更多是趋势,在发挥作用 在许多年轻人,不结婚的背景下 也导致全国平均出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 根据七谱数据,2020年,全国平均出婚年龄 为28.67岁,相比2010年的,24.89岁,整体推后了近四岁 以28岁为界定线,目前进入主要结婚年龄范围的 几乎都是90后群体 这一群体人数,相比80后,整整少了4000多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90后相比,00后的规模再次出现缩减 这意味着,未来的结婚人数,仍会继续减少 当然,男女比例失衡,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七谱数据显示,全国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人 更关键的是,这多出的3000多万,恰恰集中于80后 90后,00后等群体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其中,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国内男女性别比,超过110的群体 年龄段集中在,0至29岁 所对应的,正好是现在婚姻生育的主力群体 其中,性别比最大的当属00后 15至19岁群体的性别比,高达116 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一直都是女方市场 这也是天价彩礼,屡见不鲜的原因所在 网上流传着一份,各地结婚彩礼金额的排行榜 数据不一定准确 但从排名看,大体还是能够反映出,各地的彩礼问题 江西的彩礼钱,是全国出了名的 所以,江西的排名最高 其次是,福建浙江江苏辽宁 一下子要拿这么多钱出来,很多人根本办不到 而在这种男多女少的,供需矛盾结构下 人口流动,尤其是年轻女性,外迁到发达地区 又导致部分地区,择偶市场供求,更是严重失衡 让这些彩礼钱,更是只涨不跌 因此,这两年,治理天价彩礼的举措不绝于耳 但是作用,却微乎其微 单纯以彩礼钱来看,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但是除了彩礼,结婚的门槛,也是绕不开的问题 一是有车有房,尤其房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这两年,有车有房也不再吃香 因为近些年的经济形势,让很多丈母娘,悟到了一个现实 有房子,仅仅是有了个资产 如果加上贷款,这个资产,可能还是负的 妥妥地扣分项 于是,婚姻市场,也有了版本更新 除了要房子,还要有稳定的工作 而且最好是体制内,这样风险就小 在婚姻市场,体制外月收入过万 不如一个月薪4000的编制,来得有竞争力 所以,现在婚恋市场,最吃香的还是公务员 尤其是,公减法系统内的 但是这批人,可不是大多数 现在的青年失业率,20.4% 本科生,送外卖的一大把 这群年轻人,本就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结果门槛还越来越高,就更加不想结婚了 结婚还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生娃育娃成本 按照2019年,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城镇家庭一孩,从零到17岁 平均养育成本为63.1万元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城镇家庭 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 农村也不算便宜 一孩零至17岁成本38.1万元 全国均值是48.5万元 这还只算到17岁 如果算到大学毕业,结婚买房 那就更多了 2019年,国内人均GDP 7.01万元 抚养成本比是6.9倍 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2.08倍 法国2.24倍 瑞典2.91倍 美国4.11倍 日本4.26倍 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不高 但是养育成本,可是全球一线 远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而在人口穴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对夫妻 平均生多少个孩子 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人口不减少 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 而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已经跌破了1.1 大约在1.08左右 按照2022年,结婚683.3万对 总和生育率1.1计算 这批新人,未来大概只能生育 752万孩子 如果这种状态延续 按照中国人均寿命 80岁计算 则中国未来总人口 可能下降到6亿人 上图是近年来 中国新出生人口的走势图 2022年,为956万人 按照2022年新结婚 和最新总和生育率计算 未来新出生人口 还会继续下降 而今年,有可能跌破800万 那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首先,结婚率下降 和出生率下降 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消费的遏制 没有人消费 经济怎么起得来 结婚生孩的背后 就是一连串的消费 没有婚姻家庭 一个人,可以一直租房 没有小孩 买车这一大件消费 就没那么的刚需 还有因幼儿用品 孩子的吃穿用度 从小到大的培训花销 这一连串的背后 哪个不是消费 再是学校的减少 数据显示 2022年 学前教育毛入元率 89.7% 比上年提高 1.6个百分点 全国共有幼儿园 28.92万所 这一数量相较于 2021年减少了 5600多所 从数据来看 这是过去15年以来 全国幼儿园数量 首次负增长 而从小学数量来看 公布数据的山东省 一年减少了395所 四川减少了230所 河北减少了144所 浙江减少了35所 安徽减少最多 减少了455所 幼儿园小学 无一例外都在减少 这背后又是多少个 就业岗位的消失 所以低结婚率 低生育率 对社会的影响 其实早已出现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减少量 还会逐级上移 从初中的生源量 再到高中大学 考研的生源量 随后是逐年的新增 劳动力 就业人口 还有社保缴纳人员 及其金额 以及潜在房产需求 所以 结婚人数下降 新生儿数量下降 还预示着 人口吸引力 比较弱的城市 未来将出现 人口坍塌 同时 各地的楼市 都存在不小的泡沫 人口持续减少 带动需求减少 最终会逼迫着楼市 进入一轮长期的 几泡沫周期之中 而另一个影响就是 加速老龄化进程 按照目前的结婚人数 新出生人口计算 全国迈向 重度老龄化的城市 将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 养老金维持 正常运转的压力 将进一步加大 有些省份 比如东北三省 由于劳动人口 不断流失 养老金靠自身力量 已经无法维持 只能依靠统筹调剂 从东南沿海 各省调拨资金 才得以勉强撑下去 2022年的出生人口 为956万人 2023年 预计可能不到800万 与此同时 逐年升高的退休潮 却不断袭来 退休人口 跟出生人口出现倒挂 意味着 养老金将越来越不够用 退休的人 越来越多 加上人均的预期寿命 越来越长 总的养老开支 会庞大到 令人恐怖的地步 所以 当20年后 目前的社会主力军 8090后 逐渐退休的时候 养老金的发放 会非常困难 特别是 很多90后 因为不愿结婚 或结不了婚 本就截然一身 到了以后养老的问题 大概率 还只能自己解决 总而言之 人事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社会结构的基础 当基础逐级衰减时 一切都会跟着逐级衰减 当人口一眼望得到头时 很多事情 也就跟着一眼到头了 而现在最要命的是 目前的衰减速度 还难以预测 断崖式下跌 变得极为常见 稳步下降 已经成了一种奢求 说明节十何回事 投奔 junt 中